联邦政府周三宣布,明年底前将禁止使用一次性塑料产品,包括难以回收的塑料袋、吸管、搅拌棒、餐具和食品容器等,全国范围都将停用。 环境与气候变化部长威尔金森宣布,联邦政府将朝向2030年实现塑料废物零排放的目标迈出下一步。 威尔金森说,很多民众觉得买东西和食品包装若没有塑料制品很不方便,但这必须改变。 沃泰华本来早就要推动禁塑政策,但疫情关系,民众觉得一次性塑料品对健康和安全更有信心,所以推迟了相关举策。 如今的禁塑政府不会影响个人保护装备或医疗设施中使用的塑料,不过威尔金森说,我们在研究安全的回收PPE的解决方案,以及使用某些PPE可生物降解的选择。 疫情导致许多人都点餐厅外卖,对一次性塑料品的依赖度更大。 威尔金森强调,尽管许多物品不得不继续一次性使用,但它们必须是可以回收的。 许多外卖餐厅已经从剧本乙烯转变为其他形式,无论是硬质还是其他形式的可回收容器。 加拿大商会称,加拿大企业认识到一次性塑料替代品的巨大好处,并支持加拿大循环经济的重要性。 但是,目前许多企业对每一元支出都必须精打细算,任何额外的成本都可能让企业主在继续营业或关门结业的选择做更难的挣扎。 根据联盟政府的数据,加拿大人每年扔掉300万吨塑料废物,其中只有9%被回收利用。 加拿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塑料属于一次性或短寿命产品和包装,包括每年使用的150亿个塑料袋和每天使用的近5700万个吸管。 2020年1月1号,法国《能源转型促进绿色增长法》的禁塑部分法令正式实施,法国成为全球第一个禁止使用一次性塑料餐具的国家。 一次性塑料制品使用量大,回收利用率低,对土壤环境、海洋环境都产生了严重的污染,目前限速已成全球共识。 多个国家和地区都已在限速、禁速方面展开行动。